男子酒醉失控乱丢家电还攻击人 台中一名许姓男子在昨天晚间10点多 跟朋友在家喝酒之后 因为心情不好 竟然把家电除湿机跟一些家具 从窗台往下楼下丢 还对着外头咆哮 甚至不明原因跑去隔壁房 攻击刚搬来的女子 造成对方头皮红肿 气得要提高 大半夜传来巨像 沿着来源一看 居然有名男子光着上半身 徒手爬窗台 先是把杂物通通往外丢 还对着街头标马脏话 远警货报到场 男子情绪很激动 还在不停大吼大叫 你之前完全断掉 不管远警怎么劝 男子还是超级失控 甚至一度逼近远警 好说歹说 男子终于冷静下来 但接着才要进入正题 原男子脱续行为不止一桩 26号晚间10点多 40岁的许姓男子 先是在台中南区的三楼租醋喝酒 朋友离开后 他因为工作缘故 行情不好 竟然开始大失控 先是把家中物品 从窗台外往下丢 其中包含了大型家电 熟师机 相当吓人 接着他还跑到隔壁房 攻击刚搬来的女子 造成女子头皮红肿 气得要对他提告 女性男子突然就是不明原因 侵入那个屋内 拉成女子头发 还毁损 自家那个 电器 所以自本所提出伤害 侵入住宅 毁损等告诉 另外男子当时把物品往外丢 不但砸坏路边停放车辆 还有一名路人遭碎玻璃割伤 男子酒后闹事 惹出一堆事端 清醒后要付出的代价可不少 解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